香港政治评论人律师桑普表示 虽然中共的爪牙能够抓捕大学里面的学生 但却有十倍百倍以上的市民 在香港各区游行示威 让更多人认识到抗暴是有必要的 这么好的新火就是在校园里面 他们都是学富武车的一些学生 我希望他们能够留有用之躯 能够以后继续来奋斗 现在局势非常危急 但我觉得将来可能是几十年后 可能十几年后 可能甚至几年后 我不知道时间有多长 我相信光明终会到来的 出身律师的桑普指出 对于港人反抗极权过程中遇到的苦难 香港司法界也要反省 才能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 我知道在香港上用法律上的理由 完全是非常陷窄 非常狭窄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香港的司法并不是一个勇敢有为 积极捍卫人权的司法 某程度上是一个守护一个社会继承秩序 跟法律条文 对于当前港府和中共的疯狂报复 桑普认为没有一个暴政可以千秋万事 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由是不会停止的 清新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因为中共的力量绝对不会放松的 因为共产党的核心就是权力 力量的力 这个权力本身它永远不放 现在它最怕香港的并不是理工大学里面那些学生 是你看到理工大学学生出来之后 还有这么多香港人在路上 他觉得香港人是养不熟的 挽不住的 这个地方会清新之火可以燎原 曾在北京读书的桑普回忆到 在中国能找到独立的书店很难 书里面谈的东西都是名利彩色 这种人心的堕落非常严重 他还表示 反暴政的潮流会慢慢感染到中国大陆民众 终有一天会在他们的心中深耕发芽 激起国民的觉醒 摆脱中共的暴政 这个种子就好像在心田里面发芽一样 当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感染力 不只是闷在心里面 还要让他们在中国讲出来 也要让他们去收听 收看好的媒体 好的新闻 也是真实真相是如何 我相信这个会慢慢发芽生根的 新唐人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道 这些人是没 applause 我相信是不在心尴尽的 受证的感染力 你会感染得怎么样